那个艾瑞克来直接开始今天的这个话题吧 好吧 谢谢秦远 首先很荣幸有这么一个机会 能通过BigTag这个平台 来跟大家来交流一下 然后我们今天 我觉得形式也是可以更互动一些 就不一定是说我一个人讲 然后构思这个presentation 我觉得这样的意义没有来相互来交互也好 所以我们最后也有足够的时间 跟大家提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今天我讲的这个topic 是主要是讲讲架构师 就是架构师的一个进击之路题目是 然后主要讲的就是说架构师 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哪一些 我们日常工作中的一些 遇到的一些挑战 以及我们以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讨论来解决这些挑战 然后同时呢 就是说对于想成为架构 是我的将来想往这个方向 做一些朋友的话 那我们从哪些角度来做一些 另外一个我稍微广告说一下 Eric刚才进行过聊过 他们也就在招那个engineer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什么那个机会 就让这些Eric他没推了是吧 然后如果你的问题问了好一些 问的比较好的话 后面直接获得面试资格呢 大家可以尽管去就是聊些问题 最后我们会把Eric的邮箱 留给大家 这样大家如果真的想 就是说比如说来到就是 SAP这边那个工作的话 大家可以发潜力过来都行 这个管道非常好 确实招招团队是我目前非常看重 也是非常非常在做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跟亲缘这边 我觉得就是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能够有机会就是说大家对SAP有兴趣 对我们做这个事情有兴趣的话 就是非常乐意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开始吧 就是今天讲的一个topic就是architecture 怎样成为architect对吧 然后我自己的话就是说简单介绍一下 我还没吃过介绍 就是说在SAP大概有10年时间了 然后最初也是作为一个程序员开始 然后慢慢成为架构师大概从程序员到架构师大概花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吧 那也是说做一些准备 因为架构师它的面比较比较广 然后在架构师之后也去过一些其他的一些部门 一些business跟business相关的一些部门 比较说corporate strategy 负责去公司一个战略 然后也包括去做一些这个corporate development 就是MMA收购相关评估相关这些工作 然后也做过技术上 当然技术上这一块是一个核心竞争力了 然后也做过我们全球的CTO的一个技术顾问 自己本来也在一些小的一些startup里面做一些技术顾问的一些角色 那目前在做的这个事情是叫SAP Data Network 那我们等一下也会来就是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做这个事情 然后在这个新成立的这个事业群吧 我们叫Persents Unit做这个CTO这么一个角色 然后我们讲讲这个topic 今天这个talk会看完哪些内容 就之前也点题稍微提过一下 就是说主要两个方面 一个是说作为架构师 或者说在设计系统架构的时候 你通常经历的通常做的这些事情 或者你考虑的这些点 或者你面临的一些挑战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想成为架构师 那么我们需要做一些哪一些必要的一些准备 这个我们会对每一个topic稍微简单的展开来讲一讲 就包括就是说架构师日常工作中经常接触的这些人 或者接触的这一些topic是什么 然后如果你想成为这个架构师的话 那沟通已经在技术上有哪一些一些要求吧 好吧 然后就突然想起来一个事 就是说我刚才有个话题话聊天好玩 就是说我跟Eric说 Eric其实你的经历不仅是说从技术出身做架构师 而且管理好多了CTO或者在CTO办公室里面做 现在呢你就专注来做一个方向嘛 包括BZ你也啥都错过 其实我自己这个感觉是我最早也是从技术做起 后来呢负责好几个技术产品 最早我的第一个title是技术总监啊 后来呢结果我不争气 后来我就也不是不争气 我就对产品感兴趣 我就跳完产品了 后来我就变成产品总监了 然后最后呢我就去负责一些事业线 就是负责一些那个business方面 就是所以我会发现其实对于很多人会说 哎感觉公司的技术是一条线 感觉这个走的是没有前途 那其实不是的 很多人你在技术上走到一个比较高深的时候 实际上你会跟business这么多非常相同的 对 反而不是说其实是越走越宽的一个岗位 对 这个就是说我们其实是要走出你的comfortable zone 对吧 你说对于一些新的东西或者一些新的领域 没有尝试过的 并不一定要害怕去做这个尝试 对吧 因为不管怎么样 对你来说是一个开拓一个新的领域 一个新的方向 同时呢 实际上如果你想回归到原来的一个方向 一个pass上来的话 那是加分项不是减分项 这点我觉得需要重点强调一下 因为很多人对很多朋友来说 可能就是说觉得在一个方向上会比较安稳一些 或者说比较保险一些 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了 好吧 然后简单介绍一下SAP 我不确定就是说SAP对大家印象 那我做个统计吧 对 就是大家就是听过SAP 而且比较熟悉 打2 听过了打1 不了解打0 就不知道从来没听过打0 在你们是什么样的性格 我们看到一些连 看到 6-70%吧 大家都是比较了解的 行 那SAP的话 当然因为大家可能不熟悉是因为我们是在背后 是属于B2B商业 就是对商业公司的一个软件系统的一个方面 当然我们是属于全球最大的B2B的Software provider 就是说我们核心的领域的话就包括ERP 包括这个比方说我们提到的这个HR 采购 然后差录报销 然后包括这个财务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事情 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总结的话就是SAP是被称为500强背后的管理大师 或者说我们就是全球化的一个推手 那就是说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 如果想要全球化经营 那么它涉及到不同国家的不同的法规 不同的这个会计准则 不同的这个劳工的一个准则 对吧 那SAP在这方面 全球化的这方面的经验的话是做的最好的 然后目前大概是一个全球在120多个国家有办公室 然后全球的话有8万5千个员工 然后在中国 8万5千员工 对对对 其实中国有蛮大的 对 然后中国其实蛮大的 我们在中国有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都有office 然后加起来大概有六七千员工吧 嗯 然后包括这个 也包括研发的 也包括销售support各个各种function都有 嗯 然后我这边就是两个数字 一个说74%的这个世界上的GDP 多多少少会跟这个SAP系统相关 尤其是财务这一块 就是说你的最后的钱是汇总在SAP的系统里面的 SAP系统的这个财务报表出来也是各个这个证券交易所认可的一个报表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98%的这个全世界前100的这个最有名的Bland 它的系统运营系统都是跑在SAP的系统之上的 嗯 然后下一页的话就讲讲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Portfolio了 当然这边我们也不要花太多时间在介绍这个上 我们就说一些领域的话就包括刚才讲到了这个ERP这一块 就是企业的一个核心资产的一个计划吧 就包括你的这个物料的管理 对于那个工对于这个manufacturing 对于制造业来说的话 包括你的供应链的整合对吧 包括你的生产计划的安排 包括其他领域的话支持性的一些 比方说你的能力资源那个管理 然后也做供应链的这个协作 我们叫这个business networks 这个就包括一个B2B的一个采购 像Aleba的话实际上还目前还是全球最大的一个B2B的一个采购的平台 它的全球的交易量也是最大的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有一个 没问题 没问题 我就是我的 OK 一个 对 然后当然可能对于有些同学来说了解到 因为我也之前有收到一些 一些之前的一些 接受到一些问题就是关于SAP HANA这个平台 这个inmemory数据库的这么一个平台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就说在这些系统目前也都是跑在这个平台上了 然后SAP Data Network就是我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我们从大数据的角度 就是说从大数据的角度把各个产业线的这些数据整合起来 然后提供一个全维度的一个关于这个公司经营状况的一个分析 就是说如果你能拿到如果你能看财务数据能看你的公运令的数据 能看能力资本的数据能看你的差率的数据能看你销售环节的数据 那么能够把这些数据整合起来的话 那你能够得到这个insight 就是我们大数据大数据归根到底不是数据是insight 对吧你这个信息你最终的这个信息是最有价值的 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我们能够把这些数据整合起来的话 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的unique非常独特的 然后你们才做的是big data是吧 我其实也就相当于从公司 其实我们现在也遇到了 比如说我们跟大家的contractor呀 包括给钱呀一些财务啊各种报表 再往后就是我们跟别的企业的关系对不对 除此我内部一些资产的管理 甚至在进一步我们跟其他客户的管理 其将来一步跟所有人面后这个流程都会被你们管理起来 一续随着这个大数据时代来的你们是越来越多 一续就干越来越多了其他的事情了 对而且我们这个数据说不仅仅是说对于某一个 每一个公司某一个组织而言 其实我们看这个数据是看这个更广的一个面 就是说因为这些数据都是跑在我们的系统上 那我们通过我们就是通过一种Benchmark 或通过这种Application的方式 能够来看这个跨行业或者说跨公司 跨区域之间的一个协作也好 或者说业绩表现也好都能看到对吧 这个价值的话就是说对于公司建议来说是 你可以通过学习同行业或者说通过 从其他公司里面通过这个总结的这个数据 能够来应用到你的业务场景上对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一个network的一个network effect的一个网络 效应的一个概念对吧 就是说通过你的数据和其他公司 或者说行业的数据做一些比较 明白了对吧 大概就是这个范围 然后我们切换到主题吧 对然后第一个topic就是说架构的一个定义 或者说架构式的一个 稍微等我一下 下我现在需要调整一下这个 我把这个QA打开一下 那个host 对 然后leavemeeting 然后把这个PPT再share一下 share screen 对 在top2 然后把这个QA打开 好 现在我又调整一下这个 等一下 哎呦 完了 等一下 大家应该是看不见我了 现在是吧 大家应该能看见问题是吧 那个 我问一下 大家看上PPT了吧 现在 我再问一下 看见可以打一个R 抱歉 我刚才那个QA网线看 行 那咱们继续啊 就是说是那个 就是那咱们继续就是Architect讲起来 ok 行 呃 那我们接着聊啊 嗯 这个我怎么要切换到下一页的话 点它一下 行 ok 对 行 那我们呃 从什么样成能是一个 成功的产品来引路啊 那就是我们看一个成功产品有必要的三因素吧 对吧 第一个就是说呃 有人要 designability 对不对 你做的东西是有有用的 啊 另外一个就是说 光有能用也 也不够 还有能够产生商业价值 对吧 我们看到很多公司呃 尤其是一些小的startup做了一些很流行的东西 但最终并没有产生一些呃 商业价值 那么这也是不可取的 或者说不能够可持续的啊 啊 然后对于我们架构式来说重点考虑的是说这个东西技术上是否可行 feasibility 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的那个交叉点是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优秀产品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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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的一个区间区域吧 那么架构是我们重点考谈的是技术可行性 但是对于其他两个点是不是完全可就可以不接触呢 也不是对不对 就架构是实际上是他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啊 一个一个一个产品的一个规划的一个主角吧 那么他对产品的可用性 以及在business这块领域也要足够得到的理解 我应该把他们那个视频打开了 我看一下 那他们是能够看见我们是吧 看他也有整理一下 好的 其实我加一水啊 其实很多时候我看现在所有的那个PPT 第一页都是说你不仅要了解人 不仅要了解产品 不仅要了解人 不仅要了解产品 而且要了解所有东西 那是不是这种感觉就是现在对于所有人来说说任何行业 你都需要从需求 可行性 以及商业家是三个月都去考虑的 这问题 对我觉得就是说这还是我们回到架构师的定义下一句话 所以就下面有一句话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总结了一下架构师的主要的一个工作是什么 就是说第一句话是架构师是负责总体的一个系统架构的 那当然你看看了面就不要管了 第二个是说好坏架构师一个好与坏 那么它主要在哪些方面能够产生一些差异呢 对吧 那这里我就认为就说三个方面 一个是说一个好的架构能够控制复杂度 能够管理这个复杂度 就不至于乱了套了 对吧 你知道每个模块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对吧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能够省钱 那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是说一个是说好的架构 你可以扩展 你可以scale 你可以支持更多的一些user或者customer 那么平坦到每个customer你的成本就低了 对吧 那成本低的回过来就是你的这个利润就高了 对不对 第三个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好的架构能够实现分工 那么这点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分工实际上是促进人类社会 这个繁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这个从大河海时代开始 对大河海时代开始 我们你看到就是说繁荣的这个区域都是属于海滨的港口的一个城市 因为促进了这个交流促进了分工 这边我想演一个比较乐的一个topic 可能这两年大家也听得比较多 就是麦克服务是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从12年13年14年开始从Amazon开始 然后又看到各个公司里面 就是说对于麦克服务是这么一个推崇也是非常的高 就是包括我们公司自己也是在往这个方向全面的一个转型 因为我们我们的产品还是比较复杂的 然后通过麦克服务这种形式能够把一些问题更好的就是规划到一定的力度 然后更好的促进这种 一个是说团一个产品内部更好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引荐对吧 因为你的麦克服务之后 那你的对于你的技术选性来说有一定的灵活性 也可以用不同的data base 你可以用不同的一个messaging的一个社会 然后当然大家相互之间沟通是现在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通过这种message block的这种方式来沟通 那么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像卡夫卡这样的一个框架的一个流行 对吧 就是说在还有包括我们现在谈的比较多的continuous delivery continuous deployment对吧 都是相关的 那麦克服务之后它本身是是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呢 我认为不是对吧 这个我们在2000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soa service-alented architecture 对吧 这个东西呢是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指级 对不对 但是soa太复杂了 以至于它的这个adoption IC很困难 甚至有些很多overdesign的一些产品或者一些失败的案例 包括我们公司自己也有从中的一些经验一些教训吧 对吧 那麦克服务之后为什么能够成功呢 或者说现在还在一定才成功呢 就是说它保证了这个拆解了问题的同时保证了灵活性 保证了这个自由度 对吧 然后相互之间的尤其是相互之间交互的这个接口啊 通过message block也好 通过last的也好 都比之前的这个soa的这个时候要简单的很多 我能这样理解吗 就是说最早以前呢 就是大家做这个架构呢 其实就第一句话就是管理复杂性 其实说法就是给你一个东西你都把它拱定是吧 但是呢当你做了越大越多以后你发现哎好像那个传统来说 比如最早咱们讲瀑布流露的做法嘛 那个时候呢包括系统的上线也很慢呀 人也很多 那你妈都互相依赖很高对不对 那我能做更好的呢 最后怎么说能不能把一些东西做成一个服务来寄给大家 对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虽然这个概念有 但是每个服务还是比较重 就其实相当于想中一个服务解决所有问题 但是实际上随着你做要做要做要做 咦有时候老师我声音小 大家告诉我声音真小打一个一啊 声音不小打一个零 声音小打一声音不小打个零 告诉我声音小不小 声音不小 对声音不小 如果你觉得声音小是你耳机问题 虽然能打零啊 对 再往后呢就是实际上 为什么微服务价会做起来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我觉得跟Docker的其实这个越来越靠谱 越有很大的关系 以及呢其实现在包括公民类就是 就是一种Docker的管理系统越来越好了 嗯嗯 这样的话你随时启动或多个服务都起来 我觉得我读PT的时候呢 但是好多人讲讲微服务 当时我总觉得哎 这样我觉得挺好的 这样就觉得离卸家扯 但是自从包括现在我们自己做安排假 几些可能的东西的时候 都拿那个微服务来做了 所以我觉得已经已经是无处不在了 是吧 对 这个就是其实我们说的就是分工的问题 对吧 数月有专攻 那你微服务在某那个团队里面 对 他们就是那个领域的专家 对不对 然后你把它极致 对 然后但是呢又同时确保 跟其他服务之间的接口 能够足够的简单 对 增加渐转 那么就是能够从分工的角度来说 就是说能够通过自由贸易的形式 或者说自由协助的形式 能够把一个更 来个复杂的问题 拆分成小的问题 以更优美的方式来解决 对不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 其实你做个架构师本质上 其实跟做个manager 没有太大区别 因为manager管人嘛 架构师管了服务和机器 对 其实你要把你服务 拆解成足够的 就是每个各自独立的小块 大家之间尽量减少依赖 能够自我表达 最后再起来 启动做事就行了 所以我一直认为架构 是像你刚才跟我讲 架构师就跟建筑师是一样 我会一直画土是吧 对 我觉得人类在学习的过程中都是 我觉得我们都有非常强的能力 就是说对于规律的提炼 或者对某些模式的一些提炼的能力 对吧 那我们架构很多的 现在我们的很多架构的一些理念 一些pattern都是比方说从建筑 这个行业 包括我们现在提到微服务 是比方说自由交易贸易的角度 明白 来考虑对吧 实际上都是对一个规律的一个总结 对不对 当然扯的挺远了 好 那我们回来了 我们回到这个主题上 然后下一页的话就是说 我们想这个的话就是引导一下 就是说作为一个架构师 如果我们从这个图形的角度来说 你的就是说从这个input output来说 我们有哪些是我们的一个输入 哪些是一些输出 然后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的思考一下 然后我们切到下一页有一些问题 我觉得就是通常架构师会问的 然后你可以说自己问一下自己 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工作中 是不是遇到过或者问过这样的问题 好不好 其实这样 就大家大家就要这样为啥 就要听一个报告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学会听报告 比如我们讲这一页的时候 其实RX讲很简单的东西 你看这一页你要想 到底这个架构师它的输入是什么 它的输出是什么 以及它跟什么去进行交互 对不对 这个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画作原因 这就是架构是一个典型思考 对不对 你想任何一个模式 就是你的输入是什么 你的输出是什么 你跟什么有交互 其实这个东西也就是一个在做一个架构了 所以其实我们PPT本上就在做一个架构 那行 也行 我们谢谢 新娘 那么对 然后就是这些问题是通常情况下 可能会问的 比方说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系统有哪些模块 对 模块之间是以什么样的接口交互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怎么样把它拆解成一些小的问题 小的分层 拆成更小的模块 一个是从空间上拆成小块 一个是从一个围顿上去 一个横着一个重重 一个拆块一个拆层 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说复杂度 你用怎么样的方式 能够把它能够细化 或者说更抽象出来 对吧 我觉得是抽象的能力吧 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 你在做一个决策的时候 你会考虑到有哪些casuals 就是说你做了一个决定 肯定是在一个基于某一个平衡的 有一些好的部分 有些propos的cost 肯定是这样子的 你是不是思考的足够的仔细 或者足够的丰富 然后还有一些说是不是哪些东西是可以替换的 或者可以一直在进步的 我们说架构是没有完美的 你肯定是持续在更新 然后你的需求也在更新 当我坑口的公司架构就不更新了 那就是变成legacy 对一定程度上就变成legacy 然后后面就基本上就完全被替换了 因为你很难去更新了 对吧 就是像我们现在也还有很多Mainful的东西 对那些东西 那你Mainful拿什么眼线呢 这个离我的年纪还比较远 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客户是在用的这些东西 但我们的产品就是实际上是IBM的东西 很多在Mainful 那我问一下 在你们公司最多的语言什么语言呢 现在的话几个几类吧 一个是Python 对就是说在大数据相关这个DataScientist相关的很多 然后Java用的很多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也有讨论语言叫ABoq 所以我第一次知道 叫Advanced Business Programming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当然就是我们的核心系统是基于ABoq 他有他很强的一个很强的他在自己这个平台上的一个扩展性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自己的其他的一些方面 就是说相对来说这个DataScientist的Ecosystem比较小 所以我就明白了 如果是一个程序员现在如果想做架构式方面 先选Python跟Java 别的就先别做了 尤其是现在跟大数据相关 当然我也会就推荐说看一下Scalar 我觉得Scalar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一个语言 就是说它的它的思维方式 还有它这种内向数据流的想法 还有一个就是说Functional Programming 和OO的一个蛮好的一个结合 当然就是它有一定的学习曲线 然后语言也不是完美 就是当然我就是这个学习过程中的这些 就像在基于某一种语言去帮你衍生到去思考其他的一些问题 然后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 对 然后我想说的是这些通常都是架构式会问的问题 如果说你在工作中已经在误问 已经在思考这些问题 那么我想一定程序上你已经是架构式 那我做个调查 你看很多问题包括是模块件是如何交互的 是怎么分层的 以及有哪些就是折中trade off 有哪些模块可以替换的 像你模块可以选择的 甚至你会有什么一些扩产点 就是六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平常在工作中碰到过几个问题呢 碰到六个打六个 碰到五个打五个 我想大家是不是都已经接近架构式了 因为我一个都没碰到打零 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碰到 有四的有零的 就两个维度 你看如果做过安吉尼尔对不对 基本上一般都是R以上对不对 如果自己没有真的去进入到这个 coding这个比较正常 基本上就是零那个维度 之前也有同学问就是说 刚毕业或者说刚工作不久 怎么样成为一个架构式 那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架构式 当然会需要一定的一个经验 因为成功从失败中学习来 但这个经验是不是一定要是一个工作中的一个经验呢 我不觉得是对吧 如果你在学校里面有自主的去设计一个系统 然后能够一个项目从头到尾做到尾 这个经验也是非常就是说丰富的一个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一定程度上也帮助你去准备做架构式的工作 那如果比如说你要是面试一个人想 至少想未来想到架构式的人 你觉得一个经典的面试题是什么题呢 我会问的话就是说 你认为你最好的一个 你见过的最好的一个系统架构是什么 它会在哪里 然后另外一个想法的问题是 你认为你见过最差的一个系统架构是什么 它会在哪里 好问题 其实我心目中我觉得最小巧最美好的 其实我觉得是Gate Gate是非常小巧美丽的一套架构的 但如果你从宏观上看 其实至少才从理论上来说 包括他们有哲学思辨的一个架构 我觉得是卡夫卡 但卡夫卡有很多问题 我跟很多卡班里面有聊过 但是卡夫卡是我自己心里的 特别有意思的活动 行 那个机器继续 好的 我就点下页了 我就帮你干活就行了 多谢 对我们就刚才有些问题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说 基于账前的问题 我们讲一讲 日常架构师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工作 那第一个就是说 对架构师是作为业务需求和系统设计 或者系统实现的中间人 那么他实际上是做到一个 至关重要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角色 对架构师是可能是团队里面 对同时这两个问题 就是业务需求和这个技术限制 这两块都是需要有足够深的理解的 这么一个人 所以花很多时间在沟通上 然后要去理解这个business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 需要理解目前的一些现实的情况 对比方我们现在说的一个bondery condition 你的受限制的这么一些因素 当然我们这个会展开来讲一下一些bondery condition 另外一个就是说 评估一些架构的一些架构上的一些风险 就是你要对技术趋势有一定的了解 对吧 比方说还有一个就是说要 就像我想有一个我之前看过你 我们也聊过就是说snake原则 对吧 这个里面也是有些具体的一些 一个方法论的一个应用到系统架构里面来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说你在设计系统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风险是什么 这个技术是不是会被替换掉 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替代方案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今天要做的一个事情是F的 estimation 对 你怎么样把一个需求变成一个可以预期 能够被实现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你的business partner 会一直对着你问的 但我觉得好像很难就是说 比如说其实我现在很多朋友的问题 特别是刚开始做一个安全念的时候 会问你这个东西呢 这个需求你几钱都搞定 这种问题下来你碰到很多 有什么trick吗 这个有有方法做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不能搞一言堂 就是说你技术上很牛 你是你看问题的方式 或者你看问题这个复杂度 可能一个junior developer可能看不到 对吧 所以大家对一个是对需求的理解可能会不一样 另外一个就能力也不一样 对吧 你可能觉得很简单 对了可能觉得很简单 明明20走完怎么做类型起 你觉得fire掉了 对对 这个我觉得是在这个scrum 或者在agile development methodology里面 实际上是有一些方法论的 就比方说你把一些问题backlog 能够细化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说通过这种scrum 相互之间来沟通 大家一起来打牌 大家一起来评估 去取一个比较合理的中间值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吧 就是说商业business的partner 一直想知道说尽快最好 什么时候能够做好 对不对 架格式实际上是扮演了 一定程度上也是扮演了 就是说中间沟通人的角色 对吧 一方面就是说你要满足business的需求 另外一方面你也不能够 就是说浪质干净约业里面这边有太大的压力 对吧 还有这个有一个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反馈 有一个好的loop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说文档和这个画图 这个也很重要 我觉得我当时我做技术就讨厌做文档 结果文档完全率不到5% 你是怎么写这文档问题呢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没有办法的办法 对不对 因为你的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 你一个蓝图 但这个蓝图需要更大的一个团队来实现 对吧 那你需要去跟一个可能你需要去跟10个人 20个人甚至上百人去沟通是不可能的 对吧 一个没有时间 然后你沟通的偏差可能也会很大 对吧 那文档化实际上就是说把这个沟通尽可能的简化 对不对 就是说大家对一个东西有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理解 当然文档我觉得也是说不要追求文档的过于复杂化 尽可能的简单 然后尽可能运用图表来表示 就是我说加格式画图的能力很重要 图表有的时候是把问题简化了很多 对不对 所以说很多时候你得把那样图画明白了 其实后面就好了 其实加格式也在做design 只是产品设计师在做的是一个mocup 就是他做一个网站设计的原型 这样一个就是做技术的原型 对 就是技术的我们图表有很多种形式 然后你部署的的图 的图 的一些图 或者说具体某一个实现的 这个有不同的一个不同的维度 不同的力度 那我就说 就是说这个怎么样用合适的力度 来跟不同的沟通对象来沟通 然后在文档里面怎么样 就是说从high level到detail level 能够这个图表能力体能够掌握好 对吧这个是我觉得是 我觉得下次可以把你拉过来 让你给我带紧文档给我讲一讲 那就带劲了 下载送吧 其实就忽悠你了 好行 那我们下一页好不好 下一页的话 就说讲讲这个bondery condition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 大家都是做价格的时候 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是说你有一些legacy 可能是一些好的一个起点 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变成一个限制条件 那我们这边画了两个照片 两个例子 一个是上海这边的一个这个 金融区 那我们看到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建筑起来 那这些基本上是从头开始做的 那它也会有其他的一些限制条件 比方说城市比较繁忙 可能白天不能够施工等等这些限制因素 那左边那个是欧洲的一个教堂 对不对 那可能说这个教堂大家都知道 可能欧洲会这边的话会做教堂的建设过程 可能坚持了 而不是坚持持续了几十年 甚至几百年 甚至几百年 对吧 它是属于累积式的这种形式 然后这种形式 就是我们往往在系统 在具体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经常是这样 有一个系统已经存在了 然后可能已经是不同的这个变成语言 不同的运行环境 也不同的性质条件 那么你怎么样在原来的基础上去听砖加瓦 然后把它就是说去持续去改建呢 对吧 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Boundary Condition的话 我们就说像左边提到 就是说要有一个Consistent Look and Feel 这个的话在各个公司里面都有自己的一套 比方说一套标准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这个System这个Landscape的一些限制 对吧 它运行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你有多少的空间可以腾挪 对吧 还有包括就是说数据的一致线和数据的migration的问题 这个的话往往非常讨厌 就是说面对一次大的升级的时候 数据模型做了重大的改变 然后尤其是已经有很多客户在用的情况下 你能花多少时间去做这个数据的迁移 然后怎么样保持数据的一致线 那你一般比如开发的新的系统 你一般在数据迁移上会占你整个研发周期的多久呢 要等到百分之二十吗 看不同的项目 尤其是对我们B2B的来多的话 数据的一致数据迁移会占蛮大的比重 一半 一半肯定是没有 但就百分之二十可能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评估吧 对吧 比如说因为B2B这边其实对UI 对其他东西可能要求反而没有consumer那么高 但对数据要求是很高的 对吧 因为你的每一笔数据可能倾射到一个具体的一个transaction 对不对 对 然后除了这些因素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的其他的condition 大家可能也有察觉到 比如说你的delivered timeline 这个是一个硬性条件 比方说你的产品下个月必须要出去 那这个时间已经定死了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手上有多少的资源 你的developer 他的skill set是什么 如果是一个全新的技术 那你要有足够的时间给他们做train 让他们能够ready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些组织架构 这个是因公司而异 就是说组织架构之间 可能你负责的领域跟其他部门的领域之间有一些交集 对不对 然后你怎么样去协商好这个沟通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 你有一些知识产权上的一些问题 有什么open source 你可能可以用 然后如果是proper 可能你们公司不能用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bundered condition 这边有一种性质调节 当然我认为是一种积极的 positive的一个性质 bundered condition 叫product standards 极有限制 其实越简单 对 有的时候有一些标准 反而会让事情更简单 就自立的标杆 变得自由 有一个标杆 就说比方说product standards 每个公司也有不同的样 比方说像我们遇到的就是有 比方说security是肯定一个标准 对不对 你又可以用哪 你是不是所有的沟通都必须是SSL的 对吧 你是不是要加密 对吧 然后performance 对吧 如果你的用户交互的界面的话 你的response time有多少的要求 对不对 如果超过段时间的话 是不是要把它放成一个background 一个job 对吧 还有说accessibility 你是不是要支持这种不同国家之间的日期的格式 我一听到你说的事很纠结 这个日期的事 对还有还有这个除了日期还有很多 就是我们做business的很多就是跟钱相关的 你的每个国家很多不同国家currency不一样 你的currency符号也不一样 或者说甚至连豆号小数点的符号也是不一样的 像欧洲很多国家小数点是用豆号来表示的 然后阿拉伯有些国家有些语言是从右到左的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一些 international的事情 对 当然不同的产品不一样 就说有些是有一些也有个标准在那边的 其实我很好奇一个问题 你刚才跟我讲说时间是一个限制性条件 你给我说句实话 你自己负责的一些产品 你按时完成力能到多少 我还正在做过这个统计 你给我说实话 你得 首先我还是比较积极的来回应 就是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按时完成 要不然我已经已经有很大的chackle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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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跟做的业务有关系 如果我就说consumer 可能你玩玩这个时间上会比较 自由度会稍微少一些 那我们做business好一点的就是说 我们GA之前可以做一个一个run pub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重点选择一些客户来 来试用 这个实际上是给了一定的这个 我说白了 就是你有更长debug的时间是吧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还是说engineering这一块要有transparency 对吧 对吧 你就比方说你用这个我们修了这种test driven 的stone development 你test case写得足够的好 然后对我来说我比较关注的就是说我怎么样来保证质量的话 一个是我确实我都参与一些code review的一些session 所以我对产品的研发进度也好大概是有一个有点速的 就如果有预警的话我提前应该已经大概已经知道了 需要那边需要allocate更多的资源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 跟团队里面也需要去跟关键的一些人物做更好的一些沟通 包括我们就说内部自己也通过一些project management 这个planning的一些工具来提高这个productivity 对吧 就说比方说用记录你去看一些报表的话 其实对进度还是能够了解 所以说你就在看几个facial完成率之类的是吗 对有一些metrics吧 对吧 当然我不想说太复杂了 我们确实有几个slag KPIs在看的 我今天要拿几个你再去几点 比方说每天增加的issue的数量 每天增加的解决的issue的数量 对吧 然后你说 但是你很难归零 其实我总来说它就不断的上涨了 我感觉是 不需要归零的 对你只要在一个线线的 不能说线线等等 就是说你每天解决的问题和新发授问题 能够相对保持平衡 对吧 然后当然有些这个要看parallity 如果parallity很高的 ferry high的或者high的 那当然必须都要解决 对吧 有一些loader可能更多是一个development request 那可以到后面的support的过程中去解决 对不对 那你们最后一个问题 那你们加班多吗 大公司就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所以说work life是比较balance的 当然所以加班我是不提产加班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加班的问题还是在planning的时候要做好 对吧 如果你说这个项目的future 产品的future比较多 然后那你在planning的时候要做的足够的详细 或者足够的阻备了 就不会产生就是说经常要加班这么一个问题 好 我用车牙了 我又想回来好吧 OK 那我们提到刚才提到就是说怎么样的满足产品的功能 对吧 那我想一个观点就是说当然可能也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好的架构和不好的架构的差别 并不在于是不是满足产品功能 没问题 应该不是这个话种问题 咱们继续 对 就是不是满足产品的功能 我的观点是不是 我的观点是非功能性的方面 才是真正评判一个架构是好是坏的一个关键点 那你作为架构是反而不做功能 你说非功能性评判也好也不好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功能是必须要满足的 功能是必须要实现的 但是你实现有很多种方式 如果一个不好的价格 就是说刚刚好解决了一个产品的功能 但是你在扩展性 在易用性 在其他方面可能没有做的足够好 对吧 然后真正产生差别的是说 或者说那个东西做的漂亮不漂亮 是看非功能性的这些因素 我说非功能性的因素 我们下一页会来讲有哪些 我叫quality attribute 或者说质量 我们就先点过去吧 就是说有哪些质量属性 我觉得这些才是真正产生差异的一个 是不是面试的时候 你将把左边这些列背下来 基本上就能及格了是吧 对 就是说对左边这些要有个比较深一点的理解 就是说availability 那我们说availability 这个也是实际上在SAO里面 已经是白纸黑字在合同上写清楚了 需要满足 要不然你就要有 penalty 对吧 那我的问题可能会更深一步 那为了确保availability 那我给你限制一个条件 反正说我要实现99.9%的availability 那有哪些方式 当然我可能真正面试题的时候 会方法会限定的更小一点 比方说针对某一个sus application 在什么样的一个技术的technical stack 我懂了 然后 给他自己多长后路是吧 对 这些都是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需要 从经验中能够能够汲取来的 其实很难说凭空能够想象出来的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去尝试 尝试中不管失败也好 成功也好 都是一个经验 然后另外有一些其他的一些quality attributes 比方说security 对吧 然后performance我之前提到了 一般你们怎么定义performance呢 我们要求比较高 我们的任何用户界面交互的地方 都是一秒钟之内要能够 页面能够刷新 一秒钟能够刷新 那你们出发一套系统来评估它是吧 对 但performance也会有一些 比方说load testing 如果有很多同时在线的用户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拖累系统 对吧 这个肯定会做一些test压力测试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产品的一个life cycle 一些management 你怎么样做upgrade 对吧 你怎么样做这种ap test 对吧 但这种你怎么能评估呢 我怎么想不知道怎么评估它的意思 什么叫意思呢 意思的话 比如说你产品升级过程中 是不是需要做很多menu的步骤 就像我们说这些数据migration的问题 对吧 然后比方说有一些configuration的问题 对 配置是不是要去改 I see 对吧 这些都是属于一些因素 其实有很多其他 比方说你的数据轻移的问题 对等等 对 然后还有些就是说我们提到了扩展性或者灵活性 某个模块 是不是可以被替换比方一个新的模块 对 然后你是不是基于不同的客户能够定制不同的需求 就要有你的接口更模块差点特别好了 对 但这个Microsoft也是这方面的优势 对吧 对 又回到那个地方了 对吧 所以Microsoft是对于 复杂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当然我这边也不是oversell这个Microsoft 我觉得也是 他们缺点是什么 Microsoft缺点 Microsoft就是安静静静的复杂度 就是说你尤其是刚起步的时候 对于小团队来说 你用Microsoft的方式 你要花很多很多的精力 比起就是说另外一种叫胖腐 对 Monalistic 对吧 那种的话可能就是说 所有的依赖性 Defendency都在一起 对吧 对于小的项目来说的话 我觉得完全可以 对吧 就是说你为了达到Microsoft 未服务的一个Engineering上的 包括团队文化 对吧 就是说你说Microsoft 就是离不开DevOps 离不开Automation 这都是一起的 那你早期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自己的专门 有自己的DevOps 有自己的DevOps 不一定 对不对 然后还有我们之前提到的 continuous delivery Dock containers 这套东西 对不对 你的管理的复杂度 肯定比去AWS 去Spinup 一个VM deploy 我基本上听懂了 现在你反复讲你的关键词 Micro Service Docker 然后持续部署 对吧 然后你讲卡不卡 这些关键词都是 如果想成为架构 是必须很熟练 理解 这样才先理解的东西 是吧 要理解他们之间的差别 然后在什么样的场景下 能够适用 对吧 当然也并不是说所有东西都要了解 就是说我们系统设计都是性对于某一个特定的一个person scenario来讲的 当然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有更广的一个面的话 对你选择用什么样的基础 在你就是做这个Decision的时候 对这些Trade-off 对这些Consequence的一些理解的话 会更深刻一些 明白 对吧 然后这边我有一个经验 就是说 怎么样来实现或者怎么样来满足这个智能力 实际上属性 对啊 这是最难的 这是最难的啊 就是你可以说这些事情 但是你的Engineering实现的时候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 所以我这边我的我的经验是一定要量化 就是说如果你不去量化一些事情 那最终你看到的一个结果跟你设想的 或者跟你初衷是可能完全不一样的啊 那我觉得这个量化就是说必须要非常的具体 那这个量化的这些metrics可以是被大家广泛的理解的 而且是可以用来评估的 这个很重要 那你怎么能量化flexibility的 这明显我感觉就不可能量化的东西啊 flexibility这是一个好问题啊 对当然就是说尽可能的能够量化啊 那我可能这个must be可能应该改一改 对就有些因素确实是没有办法量化的 现在你提到flexibility 这flexibility提到就是说你的接口 对吧 你的用的什么是不是open source的一个technology 对不对 或者说这个确实是很难量化 坦白说啊 但是有些东西是可以量化的 比方说availability肯定是可以量化的 有个指标的 对吧 performance肯定是可以量化的 对吧 security呢 可能对吧 你会做一些code scan 你可以做一些penetration test 有些东西是有些是可以量化的 并不是所有的因素都可以量化的 明白 对 然后life cycle management可能也可以量化 比方说你一次upgrade你的所要的时间 你所需要的一些 就是每次upgrade的 比如自动化 自动化步啊 或者是你的当机时间啊 这些都是可以量化的 对 对 就是说量化的目的实际上是也是属于帮助你去 一个是帮助你简化你的沟通 另外一个就是说 确保你的一些架构是实际上是你是这个系统的一个owner owner 你是你的想法 对吧 你的想法怎么样被贯彻 怎么样被实现 对吧 这个实际上是帮助你去做到这个目的 对不对 行我们到下一 对 对 然后说一些具体过程中的一些challenge吧 对吧 因为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些bundly conditions也好 这些业务需求也好 也包括知道就是说差异在于这些quality attribute自然属性啊 那往往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之间是有冲突的 对 对吧 那你价格式的所谓的价格式的一些挑战就是说如何在这些冲突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找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对 当然也必须要接受的说实际上肯定有一些缺道 肯定掉空是吧 肯定一些妥协 对吧 就说你说你就是看你的妥协的这个点 或者你的妥协的和你的带来的这些这个好处上来说 怎么正好这个平衡啊 这边就举到一个举到一些例子啊 就是说怎么样保持这个扩展性和一致性 你给我举个例子 你给我举个你自己参与的一个项目 最后怎么来保证它呢 我就拿第一个来说吧 这个扩展性和一致性 好吧 就是说我们我们之前设计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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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是关于 关于一个那个叫什么叫 我们叫这个 我一直想不想那个名字一个好长的一个名字 在干什么用呢 他就是他是做数据 还是属于一个analytics这块 就是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的一个模块 你要理解吗 数据分析的一个端到端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我们说也是说收集一些 这是某个具体的客户的一个项目 那我理解就是客户有很多数据需要 从收集到存储到分析最后产生报表 对 但是这个问题是说 我说这consistent extensibility 这个balance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当时设计这个东西是说数据是可以增强的 对 这个数据增强是通过可以 客户可以去写一些extension的 写一些写一些 它是一个framework 我这样理解就是数据增强确实 你数据本来什么数据都传到里面 通常处理的数据 很多地方是写死的 但你在这里面可以有些 有些点 一些extension point 所以可以去 至少有些在一些入入基础上 能够多写数据 或者说加一些其他东西在里面 也会增加一些维度 对 但是增加维度带来的问题就是说 是不是跟你原有的这个数据模型 是不是一致了 对 那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那我们的想法是做一个叫 self-service的一个obstruction layer 对吧 就是说大家基于某一个协议 做一个中间层 这个中间层去定义 我们的数据的模型 对吧 这个数据模型定义好之后 对两边都是属于一个contract 对吧 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数据增强这一边 就是说customization这边 如果他们要去引入一些新的数据的话 那我们用这个中间层去做一些中间层上 这个scheme做一些扩展 我明白了 对吧 这是一个 当然这也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了 后面还是遇到很多坑的问题 对 但是就是说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个冲突 就是说既能做到数据的一定的一致性 同时能够一定程度上能够扩展 当然就是说其他的 这个问题我其实也我们现在做这个事情 也在遇到这个问题 都会的 因为当你做一个数据处理架构 永远会碰到什么数据能进来 对 无论你说包括一些都模式能也一样 所以说都大家前面基本上都会有一个羽衣结构 这个scheme你定义的多好 实际上往往会决定你未来这个系统的扩展性多好 这反而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架构问题了 对吧 但它更偏向于是个实在 它不是实在是个语言级别的东西 非常好玩 对 就是说其他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就是我们就说还有一个就是说 usability of performance 对吧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我觉得也是一个 比较有冲突的一个情节 对吧 你为了达到更好的一个performance 那你是不是要尽可能说降低你的数据的一个处理 对吧 那你提供的这些信息也好 或者说你的那个 如果界面是不是太fancy 对 也会影响这个performance 这个rendal的一个time 那我理解就是你把 所以说我见过很多b2b的软件都做了非常丑 是因为为了增加性能吗 有一部分的考虑 当然这个也是一直在 还有一个就是说b2b的为什么丑呢 是因为它的界面太多 因为功能太复杂 对吧 那很多时候是你是 你是build的一个framework 让客户 让实施团队能够自己去传进这个界面 所以它的界面很多是通过工具来生成的 我懂了 这是一个确道 这也是一个叫做一致性 或者一个扩展性的一个例子 对 其实这是一个确道 就是功能上的要求很强 能够自己能够去business the people 能够去create application 对吧 当然你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说 这个界面不可能像一个design 设计出来的界面那么漂亮 对吧 我们下一页 好 这一页的话就是一些小的技巧了 就是说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 那也是个人的一些就是说一些分享 就一个是说把主要的一些模块 能够列出来 然后把他们之间的关系能够理清楚 这样子的话就帮助你就是理解这个问题的前后因果因素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一直我自己觉得 这一直很有帮助的是说不要停止去去寻找替代方案 对吧 这个并不是寻找替代方案并不是一个说你不坚持这么一个事情 不是指这个意思 然后我觉得对架构师来说就是说 需要有这方面的一个准备或者是这样一个动力 就是说你认为架构是不可能完美的 就是说架构肯定是会有一些缺陷 肯定会有一些可以进步的地方 那这个进步的过程就是说 其实是架构是在自己 在自我总结也好 或者去接触更多 去了解一些新的东西之后 去寻找替代方案也好 对吧 往往有的时候就是说 因为你去花时间 花精力去看这些问题 你会发现一些新的想法 对吧 或者说你有甚至说你有时间 或者说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测试 做一些POC去念证你的想法 对不对 甚至说甚至会反过来 会重新去影响这个use case 我觉得这个方面是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 包括我自己经历的一些项目 我们早期的时候 往往是说把东西搭起来工作 对不对 这是第一步要实现的 然后后面可能花蛮大的时间 在固定的演化这么一个架构 对不对 当然沟通也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就是架构是 永远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决策 这个团队不仅仅是技术团队 就包括业务需求 包括你的客户 包括你的合作伙伴 包括你的就是你的支持 support你的产品 最后去面对客户的那些人 对不对 如果你做了一个很烂的东西 那客户一直抱怨 实际上受累的是他们 对不对 当然现在DevOps 可能是你的程序员 Developer就要负责 那么这个可能这个问题 你就会更加在意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feedback cycle 能够就是说 能够更多的早期 其实早期更多的去听取 你的意见是很重要的 那这边有个两个例子 我就不细讲了 就是说performance 有很多种方式 对吧 你可以叫cache 你可以换database 对吧 你可以就是说降低这种 远程调用 或者说你说用这个message 异步的方式来处理 对吧 就很多种形式 然后每个产品都可能有不同的需求 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仅仅是 选择某一种形式 你是要组合多种形式 所以左边是一个经典的面试题 对吧 比如说我的网站性能突然觉得很差 怎么办 第一个答案是优化数据库 第二个答案加cache 第三个是降低用户调用 或者也能调用 第四个就是用一些异步的方式 来在后台做 对 也不一定是全部都要用 我觉得这个就是 既然你以前讲的一些课程 就是说看具体的一些需求 对吧 你要知道你这个sizing 你面对的一个用户是什么样子的 对吧 然后去选择哪一些具体的一些optimization的方式 因为像你右边这个 就保重数据一致性 你会提到了一个是数据同步 一个是基于发布者 就是订阅模型 对 或者是有中心存储 其实这些反而是 我觉得是三个决策的方案 就是你在不同的场景下 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要选择什么什么 合适的 你选择合适的 对 没有最好的只有合适 对 然后一张图总结一下我们之前讲的架构师的这个面临的工作 以及他打交道的一些人和事吧 好吧 就是我们看到最右边就是架构师的很大的一个框 就是说明架构师在一个团队里面的一个作用 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中间点 这个图其实应该换一种方式 把这个方式放中间 这个图也换好 有提升空间 有提升空间 但也有一个价值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核心的内容 主要是说基于哪些context 对 解决于哪些内容 所以我们把内容放在中心了 内容里面有包括业务目标 对 有一个需求 对 但这两个东西其实类似的 然后还有我们之前谈了一个 管理的一些condition 对 有很多resource architecture context 产品标准 对 左边就是一些stakeholder 就每个公司对于这些角色的叫的方式不一样 多多事实上都有这些function 就是有产品的有客户 有其他有一个debuffer团队 也有一些support的团队等等等等 对吧 大概就是这个就叫runtime view 就是说架构是工作状态中的 工作状态中的一个接触的这些人和事 所以说核心概念 这就是一个runtime的一个图 architect图 architect图 architect也可以照个图画 对吧 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俩前面那么洋洋洒草 讲了快一个小时 结果一张图就全概括了 是吧 对 对这就是我说这个用图写往往能降低 大大的降低和优化合同的这个效果 对不对 一张图就我把我们之前讲的内容都cover掉了 所以说如果大家正在有真披头设计过程 架构是面试过程中 你这样这个图来讲这个故事也很扭于是吧 这张图也广流一下 谁问个问题就是说平常你用什么软件画图呢 这个我其实我觉得不重要啊 就是说有复杂一点的像Visual啊 对吧 我觉得但我觉得也太复杂了 对吧 我其实画的图我越来越多是white boy 对 对 对 当然这个要还是要把它电子化 电子化我用了一个 用了一个第三 用一个 第三方软件 大概三十几块钱在Apple Store上买的 叫G开头的 然后才忘记名字 那个名字不是一个标准的英文单词 所以我就记不过 我来可以下一下 对对对 但我觉得也就一般吧 对 就是 这个我觉得不重要 你用PPT的话也可以 你用这个Excel的话也可以 也可以 对吧 就是说Visual复杂一点 对 先把问题讲清楚就行了 但每个公司可能自己有一次自己的一套软件 一套标准 那跟那个标准一致就可以了 对 这里没有必要去硬批吸睛吧 对 然后下一个我们到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说 怎么成为架构师做了哪些准备 这是一个 这也是 其实是我从另外一个从leadership的一个topic里面 去把它暂想出来的 其实我觉得应用到架构师这个topic里面也比较应用 就是说想成为架构师 第一步就是说你对一个对一个目标要有自己的一个perspective 要自己要有一个理解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总结和思考吧 对吧 思考和总结 这是最重要的 完了 走投下说我的笑声已经cover了关键点 咱们继续 对 就是说也可能是我的笑声 对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 对对目标的一个理解 其实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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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就是说一个旅行者去去碰到一些人 然后就问他干什么 就说我在弄水泥啊弄砖块啊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我在我在进入教堂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差别 就是说你看问题的时候 你是关注于你手上在做的这个事情呢 还是在看你的这个目标啊 这个我觉得 在team building 或者在你的社会里 我们talk里面会经常讲 包括清远你讲的 就是说想问题要想的更深一些 其实也是 Deep thinking 对对对 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我们 我们这个主义华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啊 相对来说 就我们看问题看得很深 但是我感觉就是说很有意思啊 这个话跟仇言讲 我感觉很多人能够想深 但是想的不够big 就是他愿意把一个点赠得很极致 但反而就是不会有vasion 对吧 就是我在硅谷感觉 特别多人有这个vasion的driven 你看Elon Musk 要把人送到火星对吧 把脑袋连到什么东西上 包括你看像LinkedIn的CEO 就是那个Jeff Weiner 他就会说 我希望增加整个世界的awareness wisdom 对吧 这种感觉特别好 所以 这个东西很好玩 我慢慢的 今天我突然想到一个道理 就一个人的成就 真的跟他的这个 像purpose也好像vision有关 就比如说 我们做beat tiger 你可以说我们在做的是一个职业培训 对吧 你也可以说前我们在帮人找着工作 但是呢 你可以说实际上 我们在做一个中心学习的一个平台 当然你可以说 其实我们在帮助10亿人一起来中心学习 我觉得这个东西当你从不同角度去想那个事呢 你才能inspire你自己 你才能inspire更多人 所以像你说我是盖一个教堂 那感觉就特别好 对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自我激励 也是激励别人的一个很好的一种形式 也是我觉得是一个leadership的一个关键点 就像我们最有名的不就是那个Jeff K说的吗 就是要能送到月球 就说了一句话 对对这就是vision 对 那后面有了这个vision 有了这个目标之后 才能够把问题细滑 才能够去真正解决问题 那在各式面临的事情是一样的 对不对 首先说我要有个什么目标 我要去解决什么样 对 然后再把其中的building block 对 把他们的关系都理清楚 对 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 对不对 其实回过来说呢 为什么现在当你看到 就是说我也努力争取一些很非常关键的 那个presentation或者我们tau学我来帮忙组织一些 就是大家应该可以来说 一既然我今天就听了一个讲座 这是a 二既然今天我想理解架构是怎么做 但是呢 其实你也可以学习 我应该怎么去做一个更好的报告 我应该怎么去相当于对一个问题的更深 人家你看包括我们讲每个概念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抓住aeric 你给我举个更具体 例子对不对 这个就是想我们看能去落地 而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说 你怎么在仰望星空对吧 就是你看这个整个picture 对吧 架构式是怎么样的 比如未来他是不是还能找到business 还能当CEO 还能当比如说 vp和product都可以去当的 你怎么来去做这个事情 要这么去想那个东西 甚至你知道 你自己的位置是什么 能不能欠到里面对不对 或者这个pict做 怎么能把这个深度做出来对吧 中间穿插哪些故事让你来想 这些东西大家都应该去思考的 而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被动的接受者 就是哎呀 亲眼我就去听一听这个讲座就完了 那样其实你就在waste your time 其实你反而我觉得 就把事情给做小了 扯眼扯眼 很重要 但是很重要 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 就是说做事情 或者说是一个主观能动性的一个问题 对吧 然后如果你自己是fully motivated 你想去做一个事情 你就能把它做好 对吧 我觉得人的能力是可以有很大的潜力 可以开发的 对然后先讲这也是你说是吧 对既然讲架构嘛 就是也得讲点讲点这个 觉得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这个要有一个big mission 对吧 我觉得架构式的话就是说这个知识面还是有一定的要求 就是说就是我之前说你要不停的去寻找替代方案 但是去寻找替代方案的前提是你得知道有哪些替代方案 对吧 然后有一个有四篇文章吧 下面有一个叫做Metal Curve Turk 对吧 它有个连接 反正下面那个big data 右边那个就是它连接 大家也可以去看 我觉得就是说这一篇文章作为一个 做一个路门 然后去看一下这个圈子或者big data这个landscape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这边我们有讲到有很多比方说open source这边的东西 对包括Hadoop这个ecosystem的Casangio 对这个Spark Flink Cafcar这些都在里面对吧 然后就AI Machine Learning这块 也有很多open source的咖啡 Tensflow 这些我觉得就是后面的嘉宾都会展开来对某一个具体的 或者对某一些领域能够非常深入的来谈 那我觉得这篇文章它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切入点 然后Math呢 他每年基本上从15年开始就每年就会更新一下这个生态群 这个生态群里面的这些公司啊 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出来 每年都会有一些 一些离开 对对对 然后所以不一定说不可能每个人都去了解这里面的每一个公司 但我觉得这个分类的方法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借鉴的一个方式啊 就比方说这个infrastructure这一块 对吧 就是现在这也是好的架构分配 对吧 左上角先是infrastructure 对吧 对 其次给了analytics 然后是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就是说架构上面做了分析 分析再往上层是应用 对不对 但很奇怪是这块这有这个玩意啊 这个是closeinfrastructure 对吧 就是属于各个模块都有一点的 都有一块 现在是有专注的也有分开的 这个的话 就是说一般公司比较大 你看到amazon啊 google microsoft IBM sap HP 就属于就是说各个领域都会都有他们portfolio比较广吧 就是每个领域可能既有infrastructure 也有我们新勒内就放在那里了 对吧 然后右边的话 右边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 右边的话可能大家做技术的话 会普遍比较关注 比方说open source这一块 这一块我觉得大家是最熟悉的 对不对 然后infrastructure这一块多多沙沙都熟悉 database是哪些对吧 noseacle,newsicle,glove可能现在也用的又来又多了 glove database对吧 glove是什么用在哪呢 像林肯严就算是很好的glove 他自己也在搞他的glove 这出点东西对吧 对比方说他的那个business network对吧 然后Facebook在搞这个social graph 对 然后还有像crunchbase这些都是一些business的glove 那new4g还是glove这个领域 对当年我就选了他 对当年我就选了他 非大名字的一个选择 对我觉得技术这一块 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会比较熟悉 但我觉得右边这些其实也蛮有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具体的某一个应用领域 比方说sales marketing legal finance security 他有通过大数据来解决具体的应用问题 healthcare 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对某个理由了解 基本上当时突然一看 这几公司一涉取 就搞清楚了对吧 对这个东西还是我当时做MA做社会讲官的时候就算看 我咋没看见Btiger呢 我希望哪个时候 哪有没有education 所以就在这里 learning 你看 learning education education 你看没有我们太欺人了 好明年军 对对对 然后你刚才说到了你说你自己平常也会用它吗 你会讲个非常具体的案例 你在什么时候会用到它来干什么 OK 比方说我最近在看的就是说看anatic visualization这一块 对对吧 那当然 anatic visualization是什么 对 visualization 这没有 应该有吧 应该有吧 这一块 对 我就在看visualization这一块 尤其BI这一块这几年其实应该是包括两块 BI from visualization这两块 对这两块其实今年这两年的竞争或者整合非常的非常的激烈 对 所以说当然我们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像tablo啊 对 呃 今年年初不是今年初啊 去年某个地方也是股票腰涨对吧 对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BI powerBI 那个时候的powerBI 多么这些都其实一些我觉得是比较做的不错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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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对 对 那还有一些新兴的一些企业新兴的公司比方说Luker Luker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嗯 他在干嘛呢 Luker是做什么呢 他是在anatic这一块anatic是这一块不同的切入点啊 对 像tablo他们做的是visualization 对吧 然后呃 然后Domo他做什么 他做connector 对 他花了好几年进了几百个connector 对 到不同的cloud application里面 然后这个Luker他在做什么事情呢 他在定义一个中 semantic layer 我明白了 叫Luker ML 对吧 就是用面对一个business user 很简单的方式来表表述你的数据的一个组织形式 对 这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切入点 对吧 他是实际上是在定义一个标准 对吧 如果这事情他能做的他能做的很大 但是他这个adoption会慢 对吧 对吧 像Domo他Build Connector 这个adoption会很快 因为他已经有500个 对 跟Salesforce 跟SAP 跟其他产品的一个基层了 对吧 那些信友的那些用户 那些客户 对 都可能成为他的客户 对吧 他是基于情人来 基于情人栽的树 来更深的来挖 然后Luker他实际上做的是一个不同的事情 对吧 所以他起点会比较难 嗯 但是呢他这个事情一旦做成了 那他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成就了 还有哪些公司你觉得值得关注一下呢 我现在我觉得我当然这个open source 这个东西是肯定必须要关注 对于建构市来说 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大数据全关的 那open source 已经引蓝成为一些行业标准了 对 那我觉得就是open source 这一块 其实我们后面也有一个一页 就是说会讲讲一些技术的一些趋势 对 其实我们可以结合那个来讲 那我们就先跳那一页吧 这一页对吧 另外最后一页可能是 那完了 我先讲 你最后再讲吧 对 要么我们就到那个时候再来接讲吧 好吧 就回到这个问题 对 其实这一页我倒觉得不用讲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就是大数据这一块 我觉得 我问一下这一页大家熟悉的打一页 不熟悉打零 是不是真熟悉了 如果熟悉就不讲了 就land architecture 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给问问题 你看都是打零的 你看 连我都第一次看这个图 真的 图可能不太一样 但这个概念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你要面试的时候把这个图画出来 基本上满分了是吧 好吧 我们就简单讲一讲 就是大家如果说一下land architecture 其实你图可能不一定跟这个图一样 但基本上类似 就是说比方说Netflix 他们做这个数据的一个平台 对 你收到图很容易收到这个Netflix 对 那land architecture什么意思 它就是一个 hybrid的一个形式 你有一个batch based macro batch based的这么一个layer 然后你有个lealtime的一个layer 对 就是说一个是周围P处理数据的 一个做实施处理数据的 对吧 对 然后你有中间有一个serving layer 能够把这两个数据能够整合起来 因为你有两个地方来数据 所以把它放在一起 对吧 对 然后我们可以用比较熟悉的一些模块 来一些技术来替换这个东西 比方说MessageBlock 现在大家都熟悉卡 对 卡夫卡就可以做 Amazon有一个去应用能够的 Kinesis Kinesis 对 比方说这个lealtime的layer 你可以想到flink 或者spark streaming 对不对 这个batch layer 你可能很容易想到像Hadoop Reduce 当然现在包括都没能用了 他用spark做 对吧 这个spark Scarp Screaming 其实也是一个 本质也是一个batch based batch based 对 但卡夫卡也可以用来做 卡夫卡也可以用来做 卡夫卡也可以用来做 对 做一些简单处理 对 然后surfing layer surfing layer surfing layer 这一层就是说 我们通常讲到一些in memory的 我们做的HANA就是做这一层 对吧 非常快的在内存里面 你可以做一些数据的规则 做一些数据的处理 所以大家反过来像Reduce 它是个缓存 其实还是是个子节 对吧 生了一个子节 对 对 你可以 也是也是在缓存 实际上它也超过缓存 对 它做也比较大 对 大概就是这个价格 大家我觉得就是说 你去网上收一下的话 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Lang architecture system 对吧 这个引栏已经是大数据 这一块前几年 或者到现在为止 还是属于一个标准的一个架构 对 未来怎么延展 我们可以想象 未来就是说 我们谈技术趋势的时候也可以谈 对 比较说流淡这一层 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觉得是数据越来越多 跟特别IoT结合 包括前置的跟后置的 前段我们还开一个Panel 就开始聊聊 这个IoT的事 确实机会挺大的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不是BI 不是AI AI对 对吧 就说大数据是AI这一个Pipe AI是Smart 对吧 智能是从AI这边来 但AI缺了数据也不行 它必须依托于数据才能够 行 跳过去了 要不想完了 对 其实就两页了 最后两页了 一个是说 为什么communication这么重要 其实就是说总结下来就是说 这个架构是做了很大的工作 很长时间并不是在设计这个架构 而是在沟通上 对 你这个架构是依托于这个沟通的结果出来的 对 就是沟通有包括获取一些 对 技术讯息 包括自己去学习 包括自己去学习 刚刚那个图去花很多时间去学习 包括很多这种讨论 对吧 等等之类的 那沟通中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 就是说 你面对不同的stakeholder的时候 对沟通的这个维度和复杂度 提炼程度要有一个 对 一个一个适应的一个 适应于这个沟通对象的方式 对于业务的人 他可能对技术上的理解能力会弱一些 对吧 那你需要沟通的时候需要提运的更高一些 对吧 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 当然有一些tominology 比较普遍的tominology 他们也能理解 然后如果你沟通的对象是比方说你的developer 或者其他的架构师 那你可能你的沟通的时候需要更细致一些 对吧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抽象的能力 或者说 那你一般给CEO怎么回报的 CEO 对 这个东西倒是蛮挑战的 首先很有挑战的一个问题 我们是recording的吗 是recording的 那你议会一下就行了 对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几个方面 一个是说要培养默契 比如说你需要经常的沟通 你需要当然你跟上面的executiveCEO 其实沟通的时间是肯定没有跟你团队的沟通时间来的长 对吧 那你沟通的时候需要更好的做一些做一些总结啊 就是把一些关键点做一些提炼 然后通过几次或者说持续的沟通下来 实际上是慢慢的形成一个默契 我觉得默契是超过沟通的 明白了 对吧 然后先培养关系 对 但这个关系并不是不是说基于这种personal 是基于更多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理解 对理念上也要一致 对 这是我觉得这是当然这是一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过程了 就是business可能很多时候他并不关心你技术上是怎么样的 但是你需要跟他讲清楚 就是说你用不同的技术显示的话 对于未来比方说扩展性 或者说试验不同业务需求的灵活性上 你是会有一些价值 对吧 那个价值可能经过一两件事情能证明这个价值 对吧 业务需求某次改变了 或者某一次的 某一次这个客户提的一个需求 你能够怎么样快速的回应 对 你这个好的架构就提醒出来 对不对 我听懂了 第一个先跟他大声默契明白大家有共同的语言 第二步就是价值取向 就告诉他这是未来什么价值 同时取向另外一点就是风险规避 就告诉他这问题其实不会有那么多危险 对 这也很重要 而且你这样说这个townline 还是要保障 对 因为不能因为改了架构 然后拖一年 那就得不成事 对不对 好 那图形我们之前讲过了 就最后总结一句话吧 就说架构式并不是遥不可及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有意愿 我觉得都有机会成为架构式 那成为的成长的过程中 我就觉得就是说 我们都从观察和这个思考开始 就说我们看到别人再怎么样做 看到一些成功的案例也好 失败的案例也好 其实失败的案例网上很多 也有很多人在做一些总结 那我这边也分享一下就是说 大数据项目失败的一些主要原因 很重要 并不是我经历的 我也是 听说或者通过其他的跟其他人交通 观察者是吧 或者从这个客户啊 或者说朋友之间 我们也听到了 就是说大数据项目很多的失败 一个是太注重技术 要忽略了这个不实施的一个需求 对吧 数据其实并不是目的 数据拿用数据来得到你要的这个信息才是目的 对吧 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就要问好问正确的问题 需求 问正确的问题 你拿这个大数据是解决什么问题的 对吧 你是为了增加销售呢 还是为了解决某个特点的社会问题呢 还是什么 对吧 有个例子 当然不是说不好 就是说大家可能也知道 就是说Google曾经做了一个事情 来预测这个流感的那个事情 对吧 这个段子 就是说结果下来就是说预测的流感的准确性 频差很大 可能差了一倍 不是 他这个故事是这样 当时第一次他最早是这个发个弄文 就非常牛逼 他预测出一个地方 对 最后再长期观察就很烂了 对 这个什么问题 大家有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思考 一个说法就是说 网上去type去搜流感的人 对 并不是那些认识流感的人 对吧 这个就是属于数据取样的问题 所以数据抗力不够 对 所以数据或者说取样的方式就不对 如果Google能给每个人脸上装一个温度计的话 基本上肯定最软 对 或者现在有人说形容web 对吧 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有了数据之后 你需要有足够深度的subject 就是专家那个领域的专家 对 来看这个数据 他不一定是说来看这个数据本身 但是来定义这个问题 对吧 或者说这个数据能够拿来做什么 这个是需要独面的expertise 这个是没有办法规避的 对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数据 数据 这个insight拿来之后干什么 对吧 所以一定要就是说 如果要做的足够大的话 那这个insight要有商业价值 要能够商业化 能够成功 能够在应用的 能够在它的领域里面真正被应用到 能够预测股市变化是吧 对 对就是 就是怎么定义metrics的问题 有些metrics是太浮于表面 或者说 就说这个metrics并没有真正的一个业务的一个价值 对吧 所以你要关注在那些真正有商业价值的这些metrics 对 然后观察和思考提炼 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要愿意做出改变 对吧 就说愿意去挖掘自己的潜力吧 对吧 就是人往往在某一个稳定的环境里面 我觉得比较 这可能个性会有一些差异 对吧 就说稳定和这个风险是不同的 我就选择风险 从来不选择稳定 对 就不同的有不同的拼好 这个拼好是不一样的 我一直觉得只选稳定的人都是撸子 哈哈哈哈 就下引号了 下引号的 这个 对 我觉得不同的人 也不同的自己 不同的一个方法 这个无可或非 对吧 但我觉得就是说 嗯 当你产生出一个改变的时候 当然是说要去这个这个路易斯卡 对 嗯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为了给你一个更不同角度思考吧 就是有时候有些话可能听起来 特别是你上网上很多故事很极端一个言论 但就那个极端的言论才有可能引起引起你去从那外角度思考 但是你也不要陷入这个极端的言论 其实你也应该是由你的自己的想法一块去组对吧 而不要去闹死自己的感觉 你没有必要去argue 有可能的言论是没有必要argue的 但是你做个维护去看就很好 嗯嗯嗯 你不要扯远 笑回来 笑回来 最后你就简单说你嘴这个趋势吧 好 行 那最后我们说一下这个大数据或数据相关的这些几个趋势啊 当然我觉得大家都今年 尤其是今年大家都也看到就是argue的在各个领域的一个应用吧 对吧 包括就是data scientist 目前最火热的一个工作 我没有data scientist 还有AI课 大家记得笑 对对 我觉得AI确实是到了爆发的时机了 就是说几个因素吧 所以这个是硬件的因素数据的因素 在某些特定的领域里面包括self observing还有就是像是阿发沟这些事情 在某一个specialized的一个领域里面 确实他学习到了人类这种在提取这个pattern上面这方面的一个能力 就是说这种应用场景 我觉得在这个未来今年或者明年我觉得会在不同的应用领域都能够 产生一些真正有非常有价值的能够足够大的一些应用情景 那我明白基本上这一页你给的这六点就是你觉得如果大家选方向或是选拨基础点 就应该从这些人看是吧 比如AI 第二就是你自己想讲的一个就是continue 想了很多刀块这些东西对吧 对这个的话更多是这个的话来说你都我们讲到continuous delivery 然后dipop automation 都跟这个有关系 明白 对吧这个我们这个也是有很多的材料可以更更更更进一步的继续深化 对吧 包括这个Dock Kubernetes 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发展的非常健壮或者非常的火热的一个生态圈了 现在都是一个community了 对吧 然后Microsoft 是跟这个是完全相关的 我想现在面试难免都会问一些Microsoft 答不上来肯定是就像continuous提供了我做实现Microsoft的一个方法 其实是一个更我觉得是实现Microsoft的一个更优化的一个方法 明白了 但并不是说Microsoft是一定要有一个continuous container 其实并不一定 对不对 其实我吸很多node 也吸很多服务 都很多我知道 对 对 就continuous提供了一个influence 提供了一个基础 还几些一个抽象层分的时候 对 隔离层做得特别好 对对 Microsoft提供了一种方法论 提供一种文化 提供了一种 对 提供了一种自己和贸易的一个协议 对 对 然后分布时候 这inmemory computing 我觉得也已经是也不是说很新了 已经是好几年了 就inmemory这一块 包括我们的HANA 包括Tekion 包括Spark 对吧 Distribute computing的话 很早一直就开始了 对吧 大数据分布处理是一个途径 对吧 Streaming这一块 我也觉得是非常非常的 特别跟IoT在一起 是吧 跟IoT结合 跟Weable结合 跟 其实就是说更多DataDriven的 没有它DataDriven的这个平台 应用场景都会用到Streaming的一个平台 对吧 就不仅仅是IoT 对 你在同一个公司里面 你把不同的业务系统之间的数据关联起来 对吧 表示你的销售数据在这里 HR数据在另外 对 也都成本的 Oputation的数据在别的地方 对 然后通过Streaming的方式 能够把它整合起来 对吧 这也是我觉得 会越来越广的应用场景 我们看到Cafka的Adoption也可以看到这个趋势 然后Serverless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新 当然目前做的最好的是Amazon AWS 对 这边 就是说以前我们大家知道Round function 对吧 然后现在也有大数据这一块 也有一些Serverless 对吧 就说Serverless 它当然也不是Serverless 对Engineers 对他们来说其实花了很多的工作 实现这一点 对Developer来说 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提高一个productive的一些方式 对吧 你把这些整个infrastructure的这些东西 都基本上你可以不用去考虑 对吧 你只要去考虑你的实现就好了 现在我们 我看我们这次马上搬家了比Tag 就搬到更大的地方了 我们那里面还有个大机房 之前是Continental 一个美国大工资在里面 嗯 现在他们搬到以后 那个机房留给我们 我想想直接把这个机房 把这个机房改成Nifloom了 因为我们不需要放过去 什么东西啊 所以这感觉特别好 对 现在都云计算的时代了 嗯 行 因为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已经挺远的 所以说 那个我就不 我就不在那个 就是 我想想我干一件事吧 就是说 我把你的邮箱留给大家 是不是 这样的话 如果大家想跟你那个什么 嗯 其实我觉得更简单的方式就是 林肯定上吧 好 那行 林肯定上 大家搜我的名字 对 你就能找到了 然后我刷到这群里面 然后我们会后续的 包括这个相关的视频 VBT 我们会 检查一下 然后给大家 再分享给大家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那个 去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事情 另外很多人问到我们就说 有没有可能看到一些我们以往的那个 就是直播的内容 其实有的 就是很多可能太清楚 你到这个网站以上呢 当然上面是这个 你在下面 这是我们所有以外的 所以说你所有的事件都在那看 所以我曾经跟我说 说 既然你们这个直播太多了 然后呢 需要一个calendar 这个东西我已经听了半年了 抱歉 我一直没实现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会把这个以外的重新实现一下 回来会有开灵在这儿 大家能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往期的直播在这里就会有 我们尽量都发布在这个里面 同时呢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L2002 是这个大规模系统架构的篇 你同学们需要进到这个课程里面 你 当然我就 我这爱个命啊 就不给你们看我的核心功能了 然后你们在这里面能注册一下 注册一下 你们以往的视频是有可能 包括预理行动在这里下载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对我们的就是 课程感觉还有一个是 哎 就这样 这两篇一篇人工智能 一个是大数据架构 这两个都可以在这里注册上 并且得到各种通知啊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看一看 看一看有什么问题 行 那基本上就已经到 因为时间挺晚了啊 我就不再那个 拉着艾瑞克来回答问题了 然后大家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然后我们以后会拉着艾瑞克 再讲更多的东西 大家有机会帮我们新加活动啊 可以一起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